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合并分支 为什么 这为什么 咱们上期开了一个开发分支 做了修改了 修改完之后也没问题了 咱们向主分支要合并 该怎么合并 就是今天的课题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合并 就是说 把别的分支呢 向我所在分支进行合并 就这个GIT Merger 接下来 GIT Brunch-D 然后跟一个名 这什么意思 大家有能猜到的吗 这D什么意思 Delete嘛 对吧 就是换句话说 我合并完了 没有问题了 那以前的分支 我不想要了怎么办 用这个-D 把那个分支删掉 对吧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咱们今天试一下 先看一下 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预定 首先说 我先看一下 现在分支状况 肯定两个嘛 现在一个Master 一个DV 对吧 开分支 然后呢 我呢 切换到DV分支 我再编一个文件 叫index 上一期 我编了一个这个CSS 把红变成黄 对吧 今天我再编一个文件 我删点东西 在这里面啊 同时 向开发分支 进行提交 然后呢 看一下分支状态 然后 接下来 切换到主分支 看一下状态 再然后 注意 这条命令非常重要啊 将开发分支的内容 合并到主分支 为什么 咱们先在这儿 把当前分支 切换到主分支 也就是说 这行命令之后 咱们现在在哪儿 在主分支里面 对不对 OK 在主分支的前提下 再用get merge DEV 把DEV分支呢 合并进来 这就是今天的工作啊 合并完之后 看一下logo啊 都没问题了 接下来怎么办 啊 就这个嘛 把开发分支呢 删除掉 然后再看一下状态 就算over 好 咱试试啊 您听起来也许费解 没关系啊 咱们按照我这个命令 做一遍啊 先回到咱们的开发分支 看一下状态 大家请看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是在干干净净的状态下 然后呢 我敲上branch 大家请看 两分支 没问题 我现在在主分支 我现在呢 用get check out 一定要敲啊 不要拷贝 切换到开发分支 然后在get branch 进行确认 没问题 在这个状态下 咱们再编一下index的文件 我现在编啊 我以前编过 我先直接打开就可以啊 c盘跟下的index这个地方 好 比如说我编点什么 很简单 我把这几行 这四行去掉 只留一个hello git 这个完全没问题吧 可以啊 好 回到这 然后呢 咱们get status 看一下 现在当前开发分支的状态 改了index文件 然后get add 加到锁引区 get commit get-m 敲上modifiedindex.html 回撤 说明什么 我对index文件呢 也做了修改 然后呢 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要做的是 看一下log 好 那咱们看一下 现在开发分支的log啊 我用一行log进行看 减5 看过去的5次提交 咱们上期在开发分支 提交了一个css的修改 今天呢 咱们就提交了一个index的修改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咱们切换 咱们先看一下 当前分支的状态啊 应该是在 别应该肯定是在开发分支 没问题吗 对吧 好 然后我呢 用这行命令 切换到主分支 check master 回车 然后呢 git brunch 再看一下状态 没问题吧 现在在主分支 接下来 看一下主分支的log 也是看过去5次的 这没有吗 这还是那555的状态了 前几期 咱们最后一次更新 对吧 跟卡分支是不一样的 那么好 咱们该怎么办 现在呢 在主分支 同时呢 log内容已经看清楚 那咱们在末日前 为了保险起见 再看一下 当前所在的分支 是master 对吧 好 接下来干什么 最重要的 这句话 把开发分支的内容 合并过来 咱们试试 get merge DEV 开发分支 过来吧 哎 怎么样 过来没有 您不承认吗 不承认没关系啊 咱们看一眼log 就知道过没过来 减 还是看过去的5次 刚才我在开发分支 不是 刚才我在主分支 看的最新log是这个内容吗 最新的是555吗 那么现在我末日指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啊 go 哎 大家请看 555已经不是最新了吧 最新这两条是谁 哎 是开发分支这两条 对不对 说明什么呢 我末日成功 那么既然我是末日成功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我主分支下的 style.css和index文件呢 已经被修改了 修改哪了 style的文件 咱们把红变成了黄 index文件呢 咱们去掉了下面的所有的 i like i love 只留一个hellogeat 对不对 好 咱们现在看一下啊 我现在敲 mo 然后呢 是style.css 黄 哎 怎么样 咖啡是过来了吧 好 咱们再来啊 mo index html go 哎 怎么样 都消失了吧 只留一行 hellogeat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开发分支成功的 没知过来了 就是上一期的 大家请看 就上一期的这个状态 我从开发分支的信息 通通的没知到了主分支 现在主分支呢 已经是最新的状态 OK 跟咱们说的一模一样啊 接下来 咱们要删除开发分支 没用了吗 咱们先看一下咱现在的分支状态啊 get brunch 好 咱们再开发 咱们现在这个主分支 咱们现在要删除开发分支 怎么删 试试啊 get checkout 减地 谁 地位 回撤 哎 稍等 哎 ちょっと待 大家请稍等 我看一下啊 get 不好意思 哎呀 愚蠢了 敲错 这怎么能是checkout呢 这是brunch brunch 减地嘛 对不对 checkout 它不负责这个删除分支啊 好 咱们再试试啊 实在不好意思 怎么犯的那么愚蠢事 不知道 这个课件写错了 咱们现在已经改成正确 brunch 减地 然后是地 EV 回撤 OK 删除掉 咱们再看一下当前的分支状态 哦 只有一个分支 同时呢 文件呢 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换句话说 咱们 稍等啊 咱们通过这个操作 咱们上一期 从这个主分支 开出一个新分支 然后做了style修改 做了index修改 然后呢 在这个状态下 没有问题 向主分支进行一个merge merge成功之后 咱们将这个绿的开分支 通通的删除 这就是咱们分支的 基本的使用方法 不知您听见没有啊 实在对不起 这地方我写错了 现在已经更正过来 好 以上就是分支的基本操作 稍微有点繁琐啊 希望您能够按照 我的这个代码 敲一边 因为我都是经过测试 没有问题了 希望您能试一试 有问题的话呢 给我留言 我呢会给您解答 然后呢 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言中国 今天视频呢 也会放到YouQYouTube 推荐您用YouTube 观看我的视频啊 好 那这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